先请大家早安出席 我请蒋部长 请蒋部长 村委员早 部长早 谢谢 部长把猜看看 我今天想请教你一些什么问题 体育的问题吧 没有 黄志雄还没来了 OK 好 错 OK 今天呢 跟你讨论一下 我们台湾高等教育的迷思 高等教育的迷思有 其实不能说专场啦 我在高等教育堂二十几年就是了 好 部长 我今天呢 谢谢 不问你大学学会长不长 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常态的 长不长呢 有很多的背景 你知道社会呢 非常多的要求 一本立法院 那么给你许续多多的意见 是 对吧 是 我们会有一个小处啦 一些冲撞 一些冲撞 是 也正在发生中 是 过去到现在 也没有减弱 是 好 部长 我会留给您时间 好 让你看看你现在的准备工作 是 大家都在讨论的共同问题 大学学费涨不涨 那么每当呢 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OK 那么民众呢 跟这个政府 那么学校呢 跟政府三个对立 对吧 那么学校认为说 教育部管太多 应该要回市场的机制 民众认为 你要这样学会 先提升你的教学品质 那么 教育部 政府 在这个时候呢 如何让这个社会呢 取得公平 让高等教育 能够提升 满足家常学生的需求 社会的期待 那么 这个 在校方呢 又如何将他的成本 以及他的这个付出 达到这个平衡 那么一再再呢 要考验着我们整个高等教育 未来的这个 发展跟思维 那么部长 我不会直接问你 大学学会到底涨不涨 那么上个 上个会期呢 我们一直在斟酌这个样的一点 谢谢 那么 OK 好来 现在我们看看 现在呢 如果在家长方提出 OK 学生社会提出说 现在的高等教育 的这个品质不良 这个大学 充斥吧 对不对 过度的扩张 大而不当 这个都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造成 那么现在我们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薪资水准低 对吧 那么呢 我们的实质薪资 有多久没有涨了 大学生的这个薪资 啊 这个最低的薪资 平均的薪资 有多少年没有提升呢 这个我们上个会期 都一直在做这样子的检讨 那么我们 再来 过来讨论 我现在呢 知道你们在三月四日 又重新启动了 对不对 北中南三 这个三个地方 常怀期的学校会调整的机制 我们开始工厅会 现在用又一个听大家意见的 是国教院 国教院 对不对 很多教育部呢 也没有出席 那么列出了17个这个 这个项目 可是呢 没有方案 啊 那么我也都是 在媒体报导 先收集一些意见 我知道您的用意 我知道您的用意 那么这17个题纲 那么开放了给学生啊 家长啊 对 学界啦 大家 但是呢 综合起来 大家的这个理由跟诉求 都不外敷 OK 教育品质如何提升 对吧 是不是不少 我可不可以简单 我可不可以简单先回忆一下 您刚才讲了这些问题 就是我 我看这个常态性的学杂会调整机制 我希望在三个要项下来看 第一个 我们一直都发觉说 这个有从 反重分配的这样子现象 它一定要适度的疏解反重分配 第二个 我们全面的扶弱的作为 一定要做到 第三个 学杂费的调整 一定要某种程度的反映 教学品质跟教育成本 所以在这三个中整的思考情况下 我们最后会定出一个合适 也通过公计会 缺乏了一个 你们一直在强调了 多出来的成本 是要能够帮助到弱势学生 全面糊弱 我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说 其实是三个面向 一个是反重分配的疏解 第二个是糊弱的作为 第三个是说 是在反映它的教学成本 跟教学品质上 要有所作为 在这三个思考情况下 我们定出来的方案 最后大家可以来检验 是不是有在这三个面向上 有所着力 所以你只是祈求一个公式吧 对吧 我们会是一个 从这些客观的条件来 会是一个机制 会是一个方案 希望它是照着这个机制 照着这个公式来走 公式是其中的一部队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意见里面 所提出来 朝着这个目标 那么我们现在先不细谈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整个的大概 那么现在教育部 还在延迷 是吧 听说五月要发表的 人才培育白皮书 是 那部长 我就想要请教你 过去在99年到100年 两年的时间呢 我们是不是也有人才培育方案 对 这个是 人才培育方案实施了两年的结果 我们还是所有各界在富裕 我们人才不足 人才危机 学用落差 学用落差 人需制衡相关的一些现象 来部长 你看看 对于我们的人才危机 我先告诉你 提醒你 这是多么受人家重视 连政府的官员 都要撂下狠话 我们从总统开始 总统呢 认为这个人才的问题呢 是惊心动魄 那么国科会 朱主委 也认为呢 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人才的问题 无所作为 与其他的国家竞争起来 我们始状 始状 盛惨 这个你都听过了吧 对不对 最近呢 我们这个 金建会 管主委呢 又认为 提出了三五年 三五年 如果没有改进的话 我们将沦为三级的国家 可见这个事情 这个正头的压力 对 我想啊 现象其实 就落在我们这个 过去五到十年 这些现象已经呈现 我也说 其实是一个 好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理念 看了你的这个 业务报告 这么多篇幅啊 这么厚厚的一本 我们都看到的都是一些美化的文字 我们想看到的你是怎么做 过去我们人才方案实施了两年 我们还是造成企业 还是找不到人才 找不到故宫 我们大学生 一样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好工作 未来我们人才培育的白皮书 将来种种的计划 是否应该要去检讨 要检讨 我们是从学生竞争力的培养来做切入了 学生其实他有竞争力 在就业的面向上 其实就更有机会 学生竞争力如果不足的话 那么稍微软性一下 我们来看看 让您了解一下呢 这个我们整个社会的风味啊 那么对大学毕业生也好 社会的观感也好 那么我们现在整个的期待也好 那么我举一些例子 好不好 我举一些例子呢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未来我们整个人才培育的 这个整个计划 未来的方向要如何来落实 要比较贴这个实际 好吧 好 谢谢 我看看啊 我们的这个啊 高等教育的体系 在目前呢 大而无当 我们台湾呢 这个地愁人稀啊 我们在各方面的发展 讲求少而美 地愁人稀啊 地地侠人稀啊 地侠人稀 对不起啊 那么呢 唯独在高等教育上面 唯独在高等教育上面 却出现大而无当 这好像是 背道而行啦 是吧 部长 我我我其实跟您可不可以简单回忆一下 我不想要 那你部长 你先部长 你先到最后你再帮我总结 好不好 看你怎么做 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社会的现象 都跟我们这些受高等教育有关的 那前一阵子呢 国内名校学历的这个大学生呢 到欧洲屠宰场去打工挖矿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么国内的硕士生呢 抢着卖场的这个 这个当这个卖场工的消息 然后又有博士毕业生放弃助教的工作 回家卖鸡牌 那么我刚刚又提到了一点事情 我们这个大学这么样子的多 连字母都写26个英文26个字母都写不完全 也能上大学 那么这种种的一个现象 在包括前一阵子在三月份 有一位副教授是法律系的副教授 去观察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的上课情况 看到不管国立大学或私立大学的学生 在上课的时间 吃饭聊天看报看小说听音乐 发呆涂摇打牌打电动 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人认证 在听课 当然我们又回想到 这个跟老师也有关系 老师的授课品质也有关系了 在这个时候 您记住 那么这个副教授呢 跟一群学生在等何立大过马路 那么哪一个同学呢 在诉苦说 哪一个老师最讨厌每次上课的时候呢 就能不胜防的问了一个问题 害我们都不能专心做自己的事 这个老师呢 深思检讨 感到非常的抱歉 因为他就是那种令人讨厌 上课会打扰同学的老师 部长 我说到这个 我让你去 不管在要求学费要涨的这些学校们 你们所提出来的三个条件 财入资讯更明 透明 对吧 什么这个 师生比 那还有什么 这个 这个 开的课要有足 我希望你加入第四个条件 加入第四个条件 也就是说 你要去评鉴 评比 这个学校 所交出来的学生在市场上是否有竞争力 你记住啊 如何你所有的实证方向 要提升高等教育品质 迈向高等教育国际化 请问我们做得到 是 我想谢谢这个陈委员的提出这么多的这些现象啊 我在上个礼拜有机会跟李同华立委员 他现在在现场谈事情的时候 就是说也谈到就是太举了一些案例了 就谈十二年国教 我必须这样说 就是说刚才你讲的这些案例 确实从媒体的报章杂志也报道过 可是我觉得它还是一个 基本上还是比较exceptional 就是说它基本上还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大数法则 我再提起一个最重要的数字 也就是我们现在高等教育 在中央政府整个教育经费的比例都超过40% 这个我也是上个会期也跟您说过了 这个现象我们也看到了 高等教育严重的排挤其他的教育预算 计划要优质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却是什么 跟你的理想完全落差 非常非常非常 谢谢陈委员 我想全面的这个学生竞争力的这个培养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我想这个是我必须要做努力的 最后一句话 那么我们希望呢 不管用这么多的这个教育支援 来帮助学生 大学生取得一张没有用的文品 国家的预算发的这么多 这么的浪费 我们也浪费了这些学生的青春的岁月 那么老师们的教学品质 如果不加强的话 那么也浪费了学生 求得一技之长 求得专业的这个机会 我可以想几句吗 这个其实教育要从输入跟输出 我想都很关键 那输入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输出我们的学生有没有竞争力 确实是可以逐项的 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检讨 最近Lignan的institute 他做了全球prosperity的这个index 他把教育这一项当作一个重要指标 其实从全球的评比里面 当然我说这是一个reference 是全球的第四名 所以说其实从一个外在的人家来看待 台湾的教育的发展 我相信其实不是说他全部清楚 可是还是看到了一个综合的一个 一个相关的输入跟输出之间的关系的 这样子的一个评比的结果 当然我也同意您刚才谈到的 很多观察到的现象 确实我们不能只在现象上打转 我们必须起而行 实实在在的来看待说 我们在各级学校的学习的 是不是可以把他的竞争力培养出来 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为 我们会有人才可以 最后问您一句话 主席对不起 您现在呢 扩大财政大学学历 OK 增加了70所 你担不担心会被排挤 那学生基因学生呢 都到大陆去了 不愿在这个 我们分析了 台湾人受的高等教育 还找不到好工作 全部都到大陆去了 那么我们现在学校 招生不足的情况 是不是又 又又又 我们看了 我们看了一下 就是说 41所学校在 在承认之前跟承认之后 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去念的 所以说我们根据过去的这个分析 会认为说 其实我们也做民调 学生是不是愿意去大学 其实我想 其实磁吸的现象并不明确了 并不清楚